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影片呢 也就是 司徒日记那边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小粉红 要举报司徒 谈王的司徒 结果 结果他被 被中共警察警告了 翻墙是违法的被罚款3000元人民币 他说要 之前还要给司徒日是1万美金 1万美金相当于人民币五六万块钱呢 那你3000万钱都交不起啊 发不起啊 你怎么是给1万美金呢 五六万钱 你们中国大陆都脱贫了呀 那你赢五六万 不算 五六万人民币1万美金 3千块人民币不算什么了 你们是脱贫了 对不对 是吧 还哭哭嘰嘰的 下周过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 他小粉红跟警察发的录影 还有就是发的篇子 给大家看一下哦 来 你赢我钱呢 你赢我钱呢 是吧 我去跟各位接纵 我来到中国北京公安局举报我的这个小粉红 他叫做刘思彤 刘思彤啊 中国大陆的刘思彤 刘思彤去中国警察 举报了 把他跟公安对话 公安对话记录了是不是 他是不是不是中国大陆的对不对 回顾国家领土完整 跟守住国家底线的那条红线 中国的红线非常多啊 我都怀疑是不是跟月老界了 因为红线呢 都被你们共产党借走了 所以中国单身的人那么多啊 对啊 中国的线单身汉 你们现在知道啊 要求得一段好姻缘 要去找谁了吧 共产党 中共的共产党啊 所以我从来 聆听中国公安跟刘思彤小朋友 是不是啊 云激怒 云激怒啊 来 来 来 看一下 在楼栏网络上做一个 一个音乐视频的时候 无意中看见他 然后就看完就比较奋动 比较举报 主要他还 他就不宜呛 跟这个大陆人说 你们举报就会被抓 是吧 就是通过什么渠道看去 通过网络 肯定是网络 什么网络啊 网络 就是YouTube YouTube 有管 有管 你怎么上去有有有管 有管就是 就是相信是 嗯 它有那个网络加速器嘛 加速之后可以 就是浏览一些 就是比如说什么音乐 或者唱歌的意思 三强本身是什么法 你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 但是我相信是 就是为了那个什么 为了什么 为了祖国大陆 所以 所以就 理由对方法一字 是吗 错 不好意思 嗯 通过哪个 哪些三强本身 嗯 像那个 嗯 七八九加速器 嗯 嗯 七八九 你还想用 双方指照啊 不管用啊 这管用肯定 能召举包 嗯 那你就是在中国 管制两种境外的 网络上吗 嗯 嗯 这个 就是起码 如果他要来 大陆旅游的话 可以把它 就是也扣了 或者什么 这都是十几万 二十几万 就是定个月 和 上百万就进去 就是能收入 收入手照 我说你听着孩子 嗯 首先是你十八了 嗯 嗯 你要是你卫生年 我说还能理解一下 但是你刚十八了 你刚大际毕业 你刚高中毕业 嗯 你给爱国情怀呢 我非常地在乎 嗯 但是这个初衷是好的 并不代表方式方法 就是对的 嗯 嗯 你看我第一个问题 问你 比如说翻墙 对吧 然后国家的相关关系 规定 说这个 法规 就翻墙这事 反正就是 那我以后 嗯 就是 还好 你来预告啊 对吧 你自己看 我觉得你 但是刚刚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 什么东西 应该是什么 什么是对的还是错的 自己有判断力 但是你要看了之后 一别被他们轻易的读 嗯 二 嗯 听到中午天下 开始肥油 洗脑了 嗯 不要再肥油 但是 有些东西 你别人看过了 听到中午天下 怎么洗脑呢 但是你这 会把自己给帮帮 你这算啥呢 这个 优速本 本身就不让上 国家是女生做 两年 还挺好 好歹你就是来我这 这不让我这 二 就是让国家 控制你们看的那些东西 国家监控 国家民警官 看这个都是人命 比多多多 嗯 而且该做什么事 都在做 然后 我把你的线索 都用上一句话说 嗯 那他一般触合反应的会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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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希望 那天能进咱们大陆的 这个一个 领空 领海 领土 他们就给带走 这样 嗯 这些 这帮 所以他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跟领土领海吗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哈哈 领土人呢 领土人呢 哭了 哭了 加分工 哭了 哭了 被罚钱了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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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小安 加分工 这辈子我 看以后 我忘不了你们这辈子我 我就恨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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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恨你又被罚了 我就恨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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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哥哥 哥哥 啊 啊 这个傻逼 你给我坐 我肯定一下 真是不仗 你 就是 猪脑子 老残 给我一点吧 还有 因为我 刷下 这么巨逐的 这些背板翻墙 啊 我好痛啊 哈哈 要把刷刷3000块钱人民币了 你不是 你们中国不是脱贫了吗 三千块这人民币算什么呀 我根本没有话 你答对你 我在回忍头而穿的 笑死了 好了小朋友 三千块人民币不多吧 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 对啊 中国全面脱贫了 三千块这算什么呢 对啊 因为我 他心疼的而已 算什么钱啊 你三千块人民币都付不出来了 你要怎么付我一万块美金啊 对啊 一万美金哦 六千块钱人民币 六千万人民币你们小伙伴应该 你付得出吗 三千块钱都付不出 六千万人民币你们北上广生 随随便面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中国脱贫了 更何况你自己也在北京啊 对 对 你付给公安的那三千块 你可以从 要给我的那一万块美金里面去call 反正他的钱 反正他的钱跟我的钱 都是台独的钱啊 对啊 你交给谁都一样 甚至你把那一万块美金 交给中国公安 我都无所谓 反正呢 他会上缴给拜登还有蔡英文 然后呢 还会再分给我 所以你交给谁都一样 对 无所谓 不要再哭啦 一万块 三千块钱 一两万人 我们便宜 一半而已 所以啊 这对你们来说 三千块一两万 是哪便宜 这什么呢 一是罚太多 韭菜就被连根拔起 连根拔你吃了 以后啊 我们这些台独跟中国公安 都一样 就没有韭菜割了 所以啊 这次先罚你三千 知道吗 下次要罚多少啊 就看你身上还有多少韭菜 对 看到这边啊 大家应该一目了烂 想要台独的人 反而是中国的执法单位 所以中国的公安啊 反而不是我们 这些台湾人 希望台独啊 希望那些 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跟这个国民党派 还有韩粉啊 你们认清楚啊 你们讨厌台独 那你们应该更讨厌 中国公安啊 因为毕竟中国公安 都收了我们台独势力的钱 尤其是蔡英文的钱 收蔡英文的黄粮 所以啊 他们不敢跨损 来台湾 来逮捕这些台独分子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台独分子 中国公安 是一个非常好的爽靴 中共 就是台独分子啦 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小粉红啊 送夜期给中国公安啊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就会有一堆烤鸡奖金啊 跟这个升迁的烤盒啊 所以我们台独分子啊 就是中国公安的爸爸 知道吗 知道吗 那我们会持续追踪这位小粉红 然后再跟各位做报告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 就喜欢记得 拜拜 这是影片再见啦 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 请不吝点赞 projects 请不吝点赞